沉默已久的李晨微博发文评论区瞬间沸腾网友范冰冰归哪一类管道号娱乐新闻哥兰太尔罗特。 在娱乐圈里算是非常低调的男明星了,若不是因为女朋友是,想必观众们都很少会提到她。 其实李晨是一名史大师的演技派,早年间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在演戏上可谓是数列有专攻了。 不过虽然如今的李晨活跃在综艺节目中,但平时的她还是非常老实低调的。 范冰冰的事件如今已经接近尾声,而就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李晨发文表示支持范冰冰,并且两人会一起度过。 这则消息不免让网友觉得李晨太过于假,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不出面支持,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变成了马后炮,两人感情出现这样真的有意思吗? 在外界看来,李晨一直是一个老实人的形象,但是小编想说真的是老实吗?我看是未必吧,是城府很深吧。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李晨对范冰冰的感情是真感情,至少在范冰冰出事的时候,李晨没有落井下石,还暗中帮助范冰冰,这种共患难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对于李晨和范冰冰冰的感情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很多网友猜测两人会继续走下去,毕竟范冰的名声还是很大的,很有影响力的。 不过最近李晨终于打破陈迹,又再度发生了,粉丝们的转发量和评论量也瞬间破万,但细看这些评论,小编扎心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李晨发了时吗?李晨发的是,垃圾分类,一雪就会。 原来是转发公益宣传片呀,还以为是有新的影视作品呢? 不过李晨的粉丝们可不淡定了,纷纷表示,那范冰冰该归哪一类? 沉默已久的李晨微博发文评论区瞬间沸腾网友,范冰冰归哪一类?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